3、2、1、2 撥毫升 2、2、2、2 2018年马斯克的SpaceX发射零9号火箭 成功将两颗小型实验通讯卫星送上轨道 星链计划Starlink启动 开启了低轨卫星时代 时至今日 低地球轨道已经有超过1500颗卫星 台湾电信业者最快6月 就能申请低轨卫星执照 台湾太空产业链准备好了吗 低轨卫星话题不断 市场盛传苹果特斯拉 都对低轨卫星有兴趣 低轨卫星的轨道高度 大约在2000公里以内 有些甚至只有几百公里 因为距离地球比较近 传递讯号时延迟也比较低 但也因为距离地球近 覆盖的范围较小 因此就需要密度更高的卫星数量 来提高覆盖率 未来可以应用在通讯以及自驾车 不过已经有了低延迟的5G行动通讯 为什么还需要低轨卫星 要大家认为它的主要的用途 其实是要提高以前地面的所谓 行动通讯不及之处 而不是大家有一些传额 认为说它应该在取代 传统的这种所谓的地面通讯 它应该跟它是好朋友 要是父母 低轨卫星产值庞大 光是SpaceX的 Starlink星链服务在各国落地后 2022年全球卫星市场产值 就能达到2950亿美元 目前已经有台湾厂商 打入太空的国际供应链 低轨卫星所用的频率 刚好是5G的其中一个频率 那是属于高频段的部分 那在高频段这个频率本身来讲 其实相关的5G的一些经验 它的技术还有产业 陆续都有在磨练 所以相关的技术的使用 用到低轨卫星是蛮有机会的 所以我蛮看好的时候 台湾在5G上面的一些产业的经验 跟能力呢跟能量呢 然后把它移转到做低轨卫星 低轨卫星供应链 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是卫星制造 包括印刷电路板 卫星天线 卫星晶片 以及相关的航太零组件 台湾有台光电 华通 方信以及工准等 接着是地面设备 包括电源供应器 地面接收站 用户端设备 降频器以及天线等 而台湾有群电 金宝 台阳 企机 及升达科等 其中地面设备 也是台湾厂商布局较为成熟的部分 我们在做支通讯的时候 我们台湾就以支通讯设备 非常的这个优嘛 你像台阳之前在波数湾战争 对吗 它的卫星的通讯 这个已经由来已久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厂商 在这一块上面 实际上也做了不少 SpaceX的Starlink星链服务 从2020年开放申请至今 已经有超过30个国家可以使用 而台湾6月开放申请后 也能加入低轨卫星的行列 不过其他国家的商业模式 在台湾可行吗 在办公室 在家里面 其实这个通讯都非常的好 因为你的基础建设做得非常好 然后你出门到外面的时候 因为基地台部的也够密 所以你通讯都还不错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来讲 你现在多一个低轨道的卫星 看起来 你如果问我说 在台湾马上可以找到 很好的应用场景 我现在能够想象的部分 目前就是比较偏向 就是台湾的比较偏远的地方 然后通讯基地台的设置 覆盖不会那么好的地方 近年低轨卫星商机逐渐浮现 台湾布局已久的太空产业链 终于展露头角 如何站稳地位 是台场最重要的课题 《经济日报》 刘云宋慧玉 黄敬文成玉台北报导